有两次上课,假设你要看前面的影片的话 你就点选比如说第二次好了 理论上我结构都一样,一定会有上课的内容 第几次上课 上课的内容比如说包含总共有七段影片 如果你想要看完整的影片的话,就点选下面的完整教学 这个连结,它会跳出 一个YouTube的播放清单,那当然你可以 全部播放,或者你可以跳着看都没关系 上面有时间啦,另外的话我有在 每个影片里面,除了录影之外 就是说我还有后续呢 还有加上那个字幕 那个字幕的部分其实利用Python 去引用那个 Google的那个 就是语音辨识的功能 也就是我讲的话 Google的语音的模组,就自动帮我把它变成文字 其实就是字幕啦 然后我再把它挂上去 其实是方便许多 只是说呢,跟各位讲一下那个字幕 字幕部分功能 当然理论上应该没什么问题 只是说呢 偶尔难免因为它辨识的那个 我发现这个 难免会有一些错字啦 错字可能要在修改 但是修改真的太花时间了 所以我 大部分都会直接就上了啦 所以有些错别字的话 请各位还是 这个 多多包涵 或者是说将来 如果 好心的同学 再帮我 再帮我校对一下 怎么样 OK 第一个就是说有关那个 每次上课 的这个连结 影片连结部分 那第二个的话呢 每次上课的 相关的教学的 类似讲义 我是把它放在那个云端白板 所以呢 前几次的话 包含就是说我们 环境的建制 建制环境 然后基本语法 与结构控制 再来的话 上个礼拜是有关那个回圈 的资料结构啦 上礼拜部分这边其实也有嘛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BMI BMI其实是逻辑判断 里面的话包含其实两段嘛 第一段就是说呢 我先算出BMI OK BMI公式其实各位可以自己自行Google一下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判断说他的BMI 到底是 过轻 标准 还是过胖 那过胖的话还有好几个等级 所以我们就是 希望按照 那样的一个 结构把这个 层次给写出来 OK 所以特别注意 最好是你回去的话 就是说如果课后有时间的话 看看能不能自己 就是说自己再重新开一个新的模组 比如说就是 开一个Spider 然后呢 开一个新的这个 新的文件 然后就自己试试看 把这里面的注解先删掉 自己打打看 然后如果可以把这个程式打出来的话 执行没有问题 那应该就是你 至少这相关的概念 我想应该就已经比较没问题 不过 其实最难的地方也在这里 就是实作 因为程式其实说真的 最重要 并不是说你 你阅读很多的书籍 或者说你上多少课程 我是觉得最终还是要做出来 眼见为凭 尤其是我们这个课程里面 有涵盖 就是有关相关的证照考试题目 其实证照 考试 其实最难的地方就是说 他 考试的时候就是给你一个题目 那你要按照他题目的需求 把他要的答案 给 做出来 而且执行的话 不能有点点错误 OK 其实这是比较难的地方 但 相对这也是一种考验 如果你可以 经过这个考验而且能够做出结果来 那当然相对的 你这部分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不过证照当然不是说 你会你考过证照 你就是 Python就已经非常 非常厉害了 其实不是啊 基本上就 至少就是知道说你到底有 基本的 哪些能力 OK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还有讲到有关什么呢 讲到有关那个 证照考试我举个第202题 202题的话就是 是不是3 跟5的倍数 OK 比如说你假设输入一个数字 然后判断一下 这个数字 是不是 3跟5的倍数 OK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 这是证照考试题的第202题 那这一题的话 我把它打开 理论上 这个请各位自行在 把它存档一下 OK 比如这一题好了 答案的话就会 长这样子 输入的话就是一个input input到A里面去 然后呢 能不能被整除的话 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这个算数运算值 前面有特别一直强调 就是一个百分比符号 那这个百分比符号就是 求余数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我今天A输入这个值 假如除以3之后的余数是多少 如果等于0的话 那表示什么 就是整除 所以这个叙数的话就是能够被3整除 而且能够被5整除的话 那就输出这一段叙数 这个数字A 能够被 什么呢 这个意思 这个A能够被3跟5给整除 当然其他的话就是能够被3整除 能够被5整除 如果两个都不行 以上 这三个都不行的话 除此之外 当然 就不是3跟5的倍数 考试其实就是考这样的 也就是第2类的题目的话 基本上 假如你是考这个 基础的那个Python的这个类别的话 你一题 像这个一题就是20分 那及格分数是70分 也就是说如果5题 考5题 假如说呢 你对了 应该是对了 3题半 没有3题半 理论上应该就是 你至少要对个4题 那你就可以通过这个考试 所以这个是20 2题的部分 OK 所以 可以的话 尽量 多多这个做 练习 OK 怎么样 有同意吗 是 OK 再来的话呢 我们另外还有讲到有关那个4回圈的部分 再来的话就讲到那个程式里面 其实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他可以帮你重复做啦 OK那基本上为什么要学程式啦 其实程式最厉害的地方我觉得是回圈 因为回圈的话是人最 回圈其实白话意思就是重复做啦 那就是说 他可以帮你重复做 那只要你要重复几次告诉他 他就帮你完成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1加到99 那假如说用人来做的话 当然如果你用计算机 1加2加3 OK 那当然相对的 会很花时间 OK怎么样 那如果说呢 你想要用 这个 程式来完成的话 基本上你就跑个4回圈就好了 那 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有关那个4i in range 特别注意 Range的话就是帮你做一个清单 这个清单有点像Excel里面 你输入1 然后向下拉按Ctrl键 然后到99 那全部把它 就是你要做什么加总 那当然在Excel里面 好处就是你直接插入一个公式SUM就可以了 可是在那个Python里面的话 其实跟那个Excel最大的差别就是 很多地方就是要程式完成 那你想说为什么不干脆用Excel就好了吗 其实Excel当然很方便 可是问题如果你处理 相对复杂的动作的话 Excel里面其实很多 因为Excel里面很多 功能是没有放在上面的 那变成说你如果复杂的事情 还是非得要写程式啦 所以其实现在的资料量太大了 大数据时代 AI时代 所以如果你还在用以前的方法要完成事情 恐怕应该是会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定要熟悉所谓的回圈 那我上礼拜讲到有关 4回圈就是 1加到99 怎么做 另外的话 把1到99里面的奇数跟偶数 分别加种 OK 所以 这个是 第2个练习 当然我有方法一方法二 在云端上面 请各位自行再参考一下 那至于哪个方法 比较好啦 其实我觉得 程式是这样啦 其实程式 每个人写出来真的都不一样 那我觉得哪一种写法好 你自己最习惯的方法就是比较好 OK 那当然没有 每个人的习惯不同 每个人的 逻辑不同 看法 或者是说 这个什么习惯不同 所以呢写出来程式 一定会不同 所以我建议 以后 即便是我 提供给各位的参考程式 我建议你可以改没关系 改成你习惯的写法 都没有关系 OK 所以建议 如果说你慢慢能够写 就是写程式有自己的风格的话 跟各位讲 你以后写起来 你就会觉得很顺 OK 然后呢 你会慢慢越写越有自己的味道 OK 尽量不要说只是抄袭 只是用死背的 OK 另外我们还讲到有关99惩罚表的部分 那当然99惩罚表 我们上个礼拜最后是讲到这个 比如说今天希望 写一支乘4 OK 他可以帮我产生这个右边的这个结果 也就是说呢 1乘1 等于1 那前面是背乘数后面是乘数 最后是乘7 在 每一个 资料跟资料的中间加一个TAB OK 那最后的话这一列结束换行 诶 那该怎么写 那当然呢 如果你要一次写完 需要两个回圈 所以我教各位一个方法 你可以先写 第一列的回圈 再写全部的列回圈 OK 那基本上 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你想说老师干嘛要写两个回圈呢 跟我讲 因为以后很多的资料 通常是表格 那表格不外乎列 不外乎蓝 那如果说呢 通常 你如果只是一个回圈的话 没办法处理蓝跟列 两重的问题 所以通常 还是会需要用到两个回圈 这种情况其实还蛮常见的 所以 请各位慢慢要习惯 OK 当然也许你 刚开始 写不太习惯 不过没关系啦 像这个地方 我们上个礼拜 第一个是先跑 这一列出来 OK 那这一列的话呢 我讲过啦 我们可以先写什么 写这个for 追的部分 那输出的话呢 就是 什么 这个一层 前面都一层 所以一层 那这个就追嘛 等于 一层追的结果 然后一个怎么 一个 一个什么 我先讲 这个 OK 那我format 等一下 OK 那我们就什么 假设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 1乘上 后面的值 当然我们有i之后的话 就可以把i套进来 1乘上 就是追的值 然后让它跑跑跑跑跑 跑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就是一列的结果 这个细节部分 如果假设你不太熟悉的话 或者忘了差不多的话 可以再把上个礼拜的影片再看过 然后另外的话 我又再多加一个i 为什么多加一个i i的话其实就等同是 我要让它往下 往下执行列的部分 所以 这个等于是 追 后面这个数字是追 前面这个数字等于用i来代替 OK 那我们就是在 外面呢 再加一个for i in range OK 1到9就是 1 到10停下来 那就产生1到9的一个清单 那我把这个清单呢 分别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90乘法表的前面的倍成数部分 OK 然后就输出了 好 最后的话呢 当然 输出的时候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 会遇到一个比较相对复杂的一个问题 因为 前面有特别一直强调 如果你将来 需要把什么呢 把资料做串接 串接当然 比较常用的就是加号 把 这个i的词 串接一个x 就是这个符号 然后再串接追 再串接等号 再串接结果 那你会发现因为 串接的过程当中有 这个所谓的 这个文字 也有 所谓的数字 那文字跟数字之间不能直接串 那必须怎么样 把数字转型 所以你会发现 这里面有很多 把那个数字 全部都转成文字的动作 加st 就对了 str 那如果不加会怎么样 其实前面就有 执行过了 类似像这样 你会发现如果没有加的话 你执行 他一定会跳出什么 Type L 有没有 Type就是形态 而且会告诉你说 他earn support 就是他没有去支援什么 Type 他会跟你讲说INT INT就整数 就是说这个加号 他不能 把INT整数跟 str 就是文字 帮你串在一起的 这种 这个操作 OK 所以怎么办呢 那你势必就是 如果你看到这种 你就知道说 反正以后的话 你只要看到 Type L 你就要去 想到 你的变数 一定有形态错误的地方 你就去检查 而且会告诉你说哪一行 这边会显示出来 第三行 Line 3 所以以后的话 像我同学有写信问我 说老师 这个问 什么什么问题 其实有的时候 上面其实都有答案了 只是说你们可能要慢慢习惯 看懂上面的讯息 而已啦 OK 所以我觉得写程式 可能慢慢你要抓到要铃 那你会发现 写程式来你就会 慢慢越来越有信心了 OK 然后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str 然后就把它 直接 刮壶起来 记得 前刮壶有之后 后刮壶 OK 完成了 那其他的话 还有什么地方 可能会出错 还有就是 那个什么呢 双引号部分 其实也可以用单引号 就是如果你不用 双引号 你用单引号 但是记得 你如果用单引号的话 前后都要用单引号 你不能前面单 后面双不行 OK 那我建议啦 就是说 以后的话 像我的习惯是全部都统一用双引号 OK 为什么前面有讲过啦 其实 主要是习惯问题 因为它两个都可以 但是你只能选一个 OK 你不能说 你偶尔用这个一下 用这个一下 那其实会很混乱 那所以呢 一直转型一直转型 其实相当相当的麻烦 所以 最后 我们好像上个礼拜最后课程 就是快结束的时候 我有讲到就是说 你可以再把它改成format OK 所以 很重要一点说 我如何可以把上面的 这一段 这个什么呢 程式 把它变成用format做输出 这个事情 其实当然对各位来说 其实会有一点点 不是那么熟悉 可是如果当你以后熟悉这个方法 你会发现 哇实在太好用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蛮多地方 像后续 资料量 蛮庞大的时候 那格式 会很复杂的时候 如果你不懂用format 你会发现 哇程式会写起来会 真的 很麻烦 很复杂 而且很容易做错 但是如果用format的话呢 其实有点像简单许多 为什么 因为这个format 它的好处就是把 变数 跟 我们的格式 把它做分开了 也就是前面是 我们的格式 后面再把资料放进去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假如说呢 要做出什么 做出那个 像我们刚刚看到 这样的一个 这个 输出结果的话 是可以把它改成用 所谓的那个format 那怎么改 我上个礼拜最后讲到 所以这因为很重要 所以我再把这个重点再回顾一下 第一个习惯是把上面的这一行 不是直接删掉 我是直接在前面加一个 紧字号 表示说 上面这一行我先保留 我拿来当注解 为什么 因为你 还不确定之前 我建议你层次不要乱删 删了之后也许找不到 你就没办法 回不去了 那另外还有一个 技巧教各位 就是说 如果你要把它注解加 这个紧字号的话 在那个spider里面有个快速键 叫Ctrl1 Ctrl按住加1 数字1 它一样会帮你做注解 我比较习惯用这个 Ctrl1 取消的话 一样Ctrl1 它就取消了 OK 然后我上面这一行 把它注解 然后呢 底下的话 另外再写一个format format的部分的话就是 其实你可以参考上面的来写 那其实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我跟各位讲 这个format的概念就是前面是格式 后面是资料 所以也就是把格式跟资料分开来 这个概念其实也蛮好的 不然的话有时候你把资料跟格式全部混在一起 你会发现 很混乱 上面就是格式 转型 然后一堆 所以 首先的话 怎么 第一个格式 格式的话呢 就是我今天需要类似长这样子 里面的话会变的部分就是 这个第一个会变 如果会变的资料的话 你就给它一个大瓜糊 大瓜糊 所以有三个大瓜糊 中间的话就是 都是文字 所以写的方式都是这样 一个 双以后 然后呢 先大瓜糊 这个1的部分 就是i 放i 然后 x就是放 我们文字 然后再放第2个 追 然后等于 然后第3个就是乘积 相乘的结果 然后呢 后面就是一个反斜线T 就是一个 TAB 的一个字 一个字 一个符号 OK 好那这样的话 等于有点像这个是一个版型 我以后的话 就是类似长这样 那后面呢 需要 因为里面有三个大瓜糊 所以呢 我需要给它 三个 三个变数 资料 要怎么给它 点format 特别注意哦 后面的话就加上点format 然后一个小瓜糊 你就在点format 小瓜糊里面放三个变数的资料 那因为第1个大 它按照顺序 第1个大瓜糊里面放i 所以我就把i 放在第1个 逗点 第2个大瓜糊就放追 逗点 第3个大瓜糊就放i 乘上 追 的结果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 大功告成了 OK 也就是说 123 放后面的123 OK 这个概念如果有的话 以后呢 你再用那个format 就会很顺畅了 那为什么一直要 提到format 因为format 在证照考试题目里面 其实出现的几率还蛮高 因为是第1类 第1类基本上就是考format 所以如果你对format不熟的话 可能会很麻烦 可能delay就没办法通过了 那再来一样 后面会需要什么 就是去掉那个换行 因为printer本身会多个换行 因为如果你现在直接执行的话 它应该它会输出啦 只是说它会输出变成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它会 这个 这个输出一个之后的话 因为有printer 所以它会自动在这个后面加一个换行 那怎么做 上个礼拜也讲过啦 就是 你如果要去掉这个换行的话 就是在这个后面加一个什么 豆点 在这个后面加一个参数 叫豆点 end end就是它那个 尾巴的这个换行 帮我 把原来 是换行 反斜线N 改成 没有东西 也就是这样的执行的话 那它就会怎么 帮我 就直接串在后面 因为这个是 后面这个缩排的关系 把它再拉过来 那你会发现 这个就是得到 我们最后要的结果了 所以 把上个 礼拜的重点 稍微做个 回顾啦 那另外 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那个 最后 这个班最后还是要缴交作业啦 所以 我上礼拜最后有提到就是 请各位做完之后 你就把它存档起来 在倒数 我们第九次上课都会教各位说 你要怎么样 缴交作业 因为第十次上课 最后一次上课 作业就要缴交完成了 OK 所以请各位 先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 再稍微做一个重点的复习 然后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看有关 后面的部分 后面的话 我们就是要在做那个 云淡白板里面的 一样第3个单元 所以你就把第3个单元打开 那后面的话呢 我假设希望呢 做出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一个 星号输出三角星 这个星号输出三角星 就是第1次输出一颗星 第2次输出两颗星 然后 最底下输出13颗星 也就是1到13 有点像这样 我demo给各位看一下 1到 13 OK 像这样子 1到13颗星 OK 那这样要怎么做 那请各位 试试看吧 刚刚的部分先完成 我把那个 共用的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